这是底下关节 底下关节讲完了之后 我肯定会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恰骨 还有这个底骨 对吧 底骨呢 怎么知道呢 咱们先看恰骨就可以 恰骨更简单一些 整个恰骨 它能量的释放点在哪 冰骨上 我能冰骨是对应整个恰骨的 如果摸着 整个这个恰骨圆活动度不是太好 可以一个手放在这个冰骨上 在冰骨上慢慢的进行滑动 因为冰骨也比较大嘛 在冰骨上进行滑动 然后看看哪个点能释放 恰骨卡住的那个位置 恰骨你怎么判断它卡不卡住 你先滑动吧 也是滑动 压住压住那个骨面上 滑动滑动 看看它周围的这个筋膜怎么样 因为有些肌肉的紧张呢 它是因为骨头的压力太大 它从骨头里释放出来的这个压力 表现在这个肌肉上 你可以查一查做做看看 如果做完之后呢 我这个肌肉也松一些了 说明呢 你这个恰骨确实是有问题的 但有些人说 做完之后我这个肌肉摸着还疼 那说明你这个肌肉本身也有问题 是这样 并不是说我这个把恰骨弄完了之后 这个肌肉就一点都不疼了 然后接下来 它恰骨其实就是这一句话 恰骨就是用它们这个 鼻骨去制 大家不要觉得太简单 因为简单它也有效 然后大家看 接下来呢 咱们看这个 感谢观看 咱们看 咱们看 咱们看